How can I be sure that you won't walk away Oh angel of this time 傅雁城 怎么会是他 天哪 没想到结婚三年 我和我素未谋面的老公 竟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狗男人 疼死老娘了 正月小姐啊 怎么那么着急啊 钱都不想要了 误会 我是误会 你信吗 误会 昨天那杯酒 不是你给我的吗 昨天那杯酒 确实是我给你的 但是我 那就对了 那二姐赶紧过来 接着想都没想 看来他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算了 活出去了 副总 其实我是您的 喂 念成啊 你既然决定离婚就尽快 刘盛棉得救了几个月一命 但是你向我们要了三个亿 就算是还了他的恩情 如今他还有什么资格产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跟他离婚的 还在为公司的资金发售呢 我跟福燕成接了你的酒 我跟福燕成接了你的酒 融资的事情是谈融了吧 所以那笔酒是你特意给我的 我哪有那么信心 是你阿姨说谈生意哪能没酒呢 专门给你准备的 还在为公司的资金发售呢 盛棉不是已经嫁给福燕成了吗 让他求求福家不就行了吗 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绵绵跟福燕成结婚三年了 连面都没见过 你觉得福燕成 他能愿意当我们吗 今天晚上我们不是要参加 福燕成回国的接风宴吗 放心 我有份 明明你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 十九还没醒呢 爸 那么请我谢谢宋爱 谢谢他的精心处理 既然他回国是为了和我离婚 既然他回国是为了和我离婚 那昨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就这样好聚好散吧 请受 说吧你要对 既然我愿意 就知道你想玩欲擒故纵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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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上海区和项目负责人 我看你合适 等等 去查一下 刚才从我房间出去的那个女人是谁 回来 算了 像这种女人费尽心思混进来 一定还会再出现 怎么这么痛啊 傅晏诚该不会有什么病吧 我还是先去一趟医院 所以我帮你报警了 报警 坐坐坐干什么 你这伤口太深了别乱动 其实是我老公 他刚出山回来 所以是你把我好分散 是的 昨天晚上好 你应该没钱 exerc削了 这种肴之力 哎呀妹妹哥哥真是愛你 盛翔 我跟你呢 沒有血液關係算不上你家人 我還有事先走了 都給自己玩到復刻醫院了 還這麼裝兵器玉節 盛家你遲早要回 我有的是機會 出情出情出情 傅院長要跟我離婚 應該也是因為他吧 哎 蘇蘭你幹什麼還給我 你還知道你是傅院長的妻子呀 不加家大業大 你卻連一個一的融資都拿不到 真是 要不是有一個融資 賠光了傅家給他三個億 盛家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 盛年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嗎 你跟傅院長結婚三年連面都沒見上 倒不是我 你能順利爬上他的床 果然是你在酒裡想 是我又怎樣 傅院長睡了你 應該給了你不少錢吧 哎 幹什麼 錢呢 蘇阿爺 讓你失望了 我一分錢都沒要 我可不像你 只要給錢 誰的床都願意 你閉嘴 你這是個長輩收花的態度嗎 啊 要不然上個沒癢癢的東西 一點兒教養都沒有 該閉嘴的人是你 要不是我媽辛苦大批 哪有盛家的今天 要不是他因病去世 哪輪得到你在這坐享其成 我沒有 你我沒有 沒有 還有 你 我沒有 還要是你 燕成娶你是因為拗不過老爺子 可現在燕成接管了副事 所以這副家的一切都是他說了算 我知道了 我現在就過去 算你實相 就憑你這樣的身份 根本就配不上燕成 他值得擁有更好的 我已經給燕成打過電話了 他隨後就到 要是讓副燕成知道 昨晚睡的是他厭惡多年的妻子 怕是比吃了蒼蠅還要惡心吧 您都沒見過那個盛眠 你就上趕著和她離婚 萬一見面之後發現很喜歡 那豈不是虧大法了 你放心 一個貪目虛榮的女人想都別想 副總 不是我說你 那不怕一萬 就怕萬一 是不是 那如果要裁員 你絕對是第一 如果她是盛眠 或許 不對 我怎麼又想起那個女人 盛眠啊 你不要怪我說話不留情面 你爸那個人啊 根本就不是個做生意的量 我勸你啊 早點勸她收手 認命吧 我們傅家呢 幫過你一次 絕對不會幫助你們第二次 還有你那個姬母 根本就不是個手遊的燈 像你這樣的女人 對我念成沒有任何幫助也就算了 哎還反要照顧你們一家子的脫幽瓶 真所謂是啊 買豬要先看卷 你要怪啊 就怪你自己出身不好 嗯 來女士 您說的對 我確實配不上傅彥城 這真的就這麼輕易答應給彥城離婚了 夫人 少女回來了 彥城回來了 終於要見面了 夫人 今晚公司臨時有一個董事會 夫總今晚都能回來了 這是副總給您準備的禮物 哎 我就知道他忙 算了 這離婚的事什麼時候都能處理 你告訴他 注意身體 好嘞 我一定把話帶到 還沒見過副總老婆呢 也不知道長啥樣子 雖然沒看清臉 怎麼感覺這麼年實 還好沒被發現 聖元 你先回去吧 等彥城有了時間 我再通知你 時間還早 先回公司打個卡 哎潘妮 聽說了嗎 那個A國首富富彥城啊 他一回國就吃巨子買下了玉景院當婚房 正找設計師呢 聽說怎麼老闆是富彥城的高中同學 你們說咱們有沒有這個機會啊 做什麼白日夢 高中同學二爺能有什麼侵犯 再說 要是能給富彥城設計房子 那身價不得翻倍 誰不想要這個機會啊 嗯也是 咱們這種快要破产的工作室 怎麼可能有這種機會 潘妮你說呢 呃 我 呃 我給你個地址 你趕緊過來 有個林老闆啊 對你的設計非常感興趣 這杯單子要是成了呀 咱們工作室就有救了 好 我馬上過去 在這裡一晚上要消費十幾萬 是什麼樣的客戶 會約在這裡見面啊 嗯 哎 來了 哥 我給你準備了一份大禮 什麼 他就在你門頭呢啊 帶著他一塊兒去了 什麼禮物 哥我跟你說啊 這次這個設計師啊幫你滿意 您好您是林老闆的朋友吧 又是一個看見豪車就往上鋪的女人 有錢了不起啊 不行 為了合作 不是人 您誤會了 我是林總派過來接待你 是你呀 怎麼又是他 怎麼又是他 這個世界也太小了吧 副總您好 我是 我是Penny 今天是林老闆派我來接您的 你就是林警說的禮物啊 你做一單他給你多少錢 稅後差不多七位數 稅後上百萬 就憑著身材和臉蛋 你還真會獅子大開口啊 堂堂富士集團總裁這麼空門啊 再數了 什麼時候做設計還要看臉和身材了 副總我實話告訴您吧 您的那個呀 我看過 太大了 一般的人 根本滿足不了您 不過您放心 我的服務一定會讓您 物超所值 不知羞恥 好歹坦誠相見過了 就真的一點前面都不給 不行 今天必須把這筆訂單拿下 副總您可以告訴我 您喜歡什麼樣的我都可以的 而且我在這邊都是小有名氣 回頭過很多的 他們對我評價都很不錯的 小有名氣 回頭課 我是你一次嗎 第一次 我怎麼可能是第一次啊 我幹這行都三年了 夠了啊 別再跟著我了 告訴林姐 我不需要 哎 那我去找林總 他也是你客戶 算是吧 滾 哎 哎 這個男人更年期啊 哎 你 你知道副總了嗎 你們聊得怎麼樣啊 我好像搞砸了 啊 沒事沒事 你別著急 一四零二包廂 你先過來吧 好 嗯 哎來來來來來 陪你 沒想到你不僅有才華 人還長這麼漂亮 哎 我哥沒跟你一塊來嗎 不對啊副總呢 原來副燕成是他表哥 他沒跟我來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我做了什麼 讓副總不高興了吧 哎沒有沒有沒有 哎 我哥他就那脾氣 不過你放心 我跟他關係特別好 啊 只要我出馬 他肯定沒有你啊 哈哈 我現在就給他打電話 啥事啊 我們是你這麼不高興啊 啊 不會是 他什麼樣離婚的事吧 哎呀沛遠 離婚那是遲早事情 當初我眼睛問了 他自己就想說 第一次 我怎麼可能是第一次啊 我幹什麼 都三點了 這次 如果是個不自愛的人 你為什麼一想要他就這麼神奇 所以他是在裝出來的 可不是吧 他那張磨呀 都不知道搜過多少次了 肚子的腫也不知道是誰呢 現在的女人可不簡單啊 看你心裡什麼 眼神什麼樣子 這叫什麼精爽肥也 看著越蠢眼神啊 你越活啊 啊 哎呀你你到底怎麼了啊 你沒見過你發什麼大火啊 你有什麼事你跟哥哥說 哥哥幫你 如果第一次和你上船的女人 一點都不潔身自豪 可你還總是忘了讓他 就正常了 嗯 這個 重男情節吧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說要是跟這樣的一個女人 給他第一次的話 真是有點讚 你說的這個人不會就是你自己 啊 喂哥 你怎麼還不上來啊 人家Penny小姐都等你半天了 上去幹嘛 當他胡適服我們兩個人 他怎麼知道我新買的房子要裝修 真不愧是我哥 哎 我確實是這麼想的 我們兄弟倆 讓同一個人服務 你不顯得個贏啊 那這有什麼個贏的啊 啊 你兒介意的話 那就讓他先服務你 完了再服務 夠了啊 林姐 你以後少自作主張 給我介紹這種女人 哥 我是覺得他真的挺適合你的 嗯 那你要是覺得不行的話 那我就要了 我是 是真的挺喜歡他的 你要是嫌的蛋蛋 整天想和這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 可以 明天就來服飾上班 哥 喂 喂 我哥他這不知道怎麼 明明是他自己啊 說要裝修這個預警院 而且他又特別喜歡你的設計風格 所以我才叫你過來 可是他今天怎麼就 沒事的林老闆 做生意嘛 講個緣分 可能 我和傅先生無緣吧 那不過你也不用擔心啊 Penny 回頭呢 我再跟他好好說說 我覺得他今天這樣就是因為他 最近離婚了心情不太好 那就多謝林老闆賞事 還有啊 今天這些酒呢 所有這些消費 全抱在我身上 你摸摸啊 我還有事我先走了 拜拜 嗯 嗯 本來想著工作室能接下這一單 就有救了 那現在呢 徹底的 啊沒希望了 哈哈哈 哎不去 哎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老闆你別急啊總會有辦法的 嗯 哥 什麼辦法 你剛說用什麼辦法 哈哈 老婆 你是不是我沒用 我做不了你 哎呦呦呦 我做不了你 走 老婆 如果 我給你買一塊寶寶 你是不是就 你是不是就 老婆 結婚三年都見不到一面呢 現在準備離婚了 只有哪哪都能遇到 哎呦天啊 你是在玩我嗎 客戶啊 腰上福岩城知道老闆喝成這樣 恐怕再也沒有合作的機會了 啊 呃 算算算是吧 哎 你還真是有本事啊 一下子能伺候那麼多人 應該的應該的 嗯 哎呦 哎呦 副總 我還是想知道 您到底喜歡哪一款 我都可以嘗試 如果後期您不滿意 我可以不收取任何費用 沒錯 你們是已經有客戶了 副總是擔心我一心二用 你放心我身體好 我年輕 我就算再來幾個客戶 我都沒問題 夠了 為了錢沒有底線的女人 我沒興趣 啊 哎 等等 哎呀 快快快快快走 副總啊 副總 哎哎哎哎副總 別別別 快快快快快起來呀老闆 副總 副總你等等我 副總的 哎哎哎 啊 就你是吧 你這個福利金 憑什麼勾引我老公 哪有什麼關係啊 嫂子你誤會了 是老闆喝多了 你從這種地方出來 你能有什麼身份 你家什麼關係 沒什麼關係 我老公遠點 啊 啊 啊 你為什麼要救他 說完了嗎 我還來過了 那 謝謝 但凡你結身字畫一個 也會至於 那個人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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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這個下體撕裂感染 疲勞過度引發昏訣了 不是 我說你這做男朋友怎麼回事啊 不知道克制一點 不 我不是他 行啦 這裡是醫院 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这个药给他涂上 抹上 抹 伤口感染了 抹上啊 抹上 我 我抹 那不然是我吗 当初不知道温柔一点 现在抹药在这扭扭捏捏的 算什么男人 赶紧抹上 第一次跟人生传 怎么就偏偏碰到这种女人 你怎么 你干什么 我只是想给你 药 不 不是你就那么缺钱吗 钱这种东西那肯定是谁都不够的呀 所以 为了钱 你就什么客人多接 是吧 你的眼里出了钱 就没有为的了吗 也是 像副总这样 生来就是身家过亿 自然不会明白我们这种人挣钱 像我们这种人 只要能给钱 我什么都愿意做 盛民 真的是你 真是丢人现眼 居然用这种药 我看啊 副家就是知道他和别人乱搞才离婚的 盛民 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他不是我妈我妈已经去世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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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不容易 把你嫁给你傅元城 现在剩下融资啊 就靠傅家了 走 现在就去给傅元城道个歉 走 爸 那是我非礼不可 你 你要真敢离这个婚 我慎重就知道没你这个女儿 妈 我想你了 来年 昨天对不起啊 你嫂子家里啊做了点事 需要五百万的现金 所以啊态度才会那么差 我带嫂子向您道歉 没事我理解 本来以为 和副家的合作能坦诚 既缓解工作室的燃眉至极 又能帮你嫂子 可是现在 唉 太年 我打算卖掉工作室吧 老板 工作室可是我们的心血呀 怎么能说卖就卖呢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唉 你还想办法 万总 您上次跟我说的公司设计 不知道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设计师 怎么 想通了 帝皇高尔夫球场 恭候潘迪小姐 好 好 好 副總 能不能給您介紹一位 副總 認識潘麗 啊 萬總說笑了 不認識 哈哈 萬總說笑了 我就是一個打雜的 副總怎麼可能會認識我 我還想著說 副總和我一樣 都是喜歡潘麗小姐這種風格 想著君子不多人所愛 既然您不感興趣 那我可就大人不讓了 畢竟潘麗小姐的單子 可是很難約的 剛從醫院出來 就爬來接客 你還真的是敬業啊 副總不想要我 我當然要從別人身上正在 啊 又發什麼神經啊 別說啊 副總結婚了 是嗎 副總看起來不像是結婚的人 我看也不像 像副總這種身份的人 結婚了肯定會把他帶出來 除非這女人 哈 我要是副總 娶了像潘麗小姐這麼漂亮的美人 我肯定天天給帶著 萬總說笑了 我哪有那樣的氣啊 哎 不捨這些了 萬小姐 多來不 好行 但是還有地方需要擺 來回家裡 把鐵插開 哎 啊 這樣不就這樣了 嗯 萬總我們那個設計的合作 設計設計 著急 你看你出那麼多汗 呀 先去洗個澡 等會咱們再聊 好 好 這裡是女更衣室 你進來幹什麼 啊你啊 別裝了 啊 以前因為你的單 不是愛她不理的 現在這麼出現的照片 這就是為了錢 你 曼總 請你自助 哎呀 錢的事都好說 啊 只要你伺候好 啊 結果加了幾百萬的設計費 那不是CC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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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唉 超伸 大伏 你確定要在這裡做這種事 沒有 慢走 你好不容易約到 弓严诚 該不會想就這麼會掉吧 我偷偷告訴你啊 傅燕成呢 是我老公 你要是敢逗我 絕對不犯了 傅燕成 是你老公啊 哈哈哈哈 你覺得這種玩笑有點太過於卓烈了 萬總啊萬總 你看你就沒結婚 你這些我的情緒都有 你要是不信 大可一句事實 不過這後果可不是逆到承擔得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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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老公就在那了 你 你 許是你 許啊 你找他呀 總是都是意思豁出去了 不是 你快站住 憶恩城 你不要生氣了嗎 我知道錯了 這個你又敢 哎 副總 萬元安一直在糾塵 你能不能幫幫我 副總哈哈 沒想到二位 憶恩城 冒好了 四姐謝謝你 你剛才不是叫憶恩城救了 那是因為萬元安一直在糾纏我 迫不得已才能 所以 只要能救你 不管是誰 你都能穿成這個樣子是嗎 我 啊副總 有什麼後悟的 又不是沒見過 副總 果然是在外面 有些人家在大學 滾出去 我現在還不能滾出去 我愛完啊再幫你 沒什麼 我剛才跟他打高爾夫的時候 不是挺高興嗎 怎麼現在呢 我們那是在談生意 我也沒想到打不上 做生意啊 也有缺對於 像你這麼嚇的 我不知道 你是怎麼活到現在 要不是你 那還不是 你 什麼 什麼 我沒說什麼 我沒說什麼 在這等著 等我洗完澡 再出來收拾你 好 盛眠清醒點 你們馬上就要離婚了 你要有自知之明 又消失 利用了就跑 好一個白眼喝 副總 令政沒跟您一起下來 領政 啊 是這樣的 我認識潘妮小姐呢 也有不少年了 第一次知道是您夫人 哈哈哈 冒犯了 原來是看上了 傅家少奶奶的位置 我和這種女人 有任何關係 我和這種女人 有任何關係 賤貨 傻我 你 合作沒有坦承 也沒關係的 這間工作室 要是沒有你啊 可能早就倒閉了 老闆 敷衍城那邊 我一定會再努力一下的 一定會有辦法的 我先掛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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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怎麼老大看著 那女人真是 要不然帶回去之前 咱們的仙子 萬聚看上了 你也敢報 不要命了 再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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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啊 我幹什麼 給你拍點視頻 你以後你不是隨便隨便 你我坐起來 快耍我 總結束點代價吧 哈哈 哈哈 哎 哎 一起啊 哎 哎 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再給我們這做 要是真讓他得勝 那一切就完了 現在也沒人打擾咱們倆了 不行 我不能做一代幣 你真不知道我上我上吧 臭 站住 那你坐下 啊 啊 發生了 一下 人了 我到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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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那你一下 附近你了 附近我了 酒店都不用 是是是 哎我不是說 帝里 你怎麼在這 姐這個酒店都是我的 跑不 Norwegian 這個事情 哎哎哎哎哎哎呀 那是副院長 攒進 你老四邊待著我 看副院長不能連勇了 看我的 不走 哈哈抱歉啊 不过你们都喝多了 哼啊我以忠冒犯了不好意思 这就带他走啊啊 哎你快来不是呀啊 快来不是呀啊 副总 您这是 他是不是你女朋友 你自己 咱 废 倒死亚朵废 你受控吗你 大公 很热 大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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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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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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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个咱们后面有一个线下会议是要帮您 不用 记得戴条女师傅转过来 过来 好 家人们大爆料 咱们一向不见女色 就在屋里竟然藏了个女人 想看抠音 老公 不不不 副总 老公 你是不打算在掩饰自己的心思是吧 不不不 不是的 刚刚真的都只是误会 为了留住客户大神交易 你还真是不得什么 顺眠啊顺眠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了 强吻傅渊成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还嫌自己不够惨 副总 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给您重新开一间房间 还有您的精神损失费我都愿意赔偿 赔偿 你觉得我缺填吗 故意这么说话 引起我的事物意识 别以为上夜小聪明 我就会看上你这种人 他怎么会有我设计的作品 副总认识这个作品的设计师 怎么 别告诉我 你还认识这个设计师 难不成 他也是你客户 看样子 我得重新自我介绍了 副总 我叫潘尼 职业是 室内设计师 您手里的作品 就是我 Hellie设计师 你是设计师 你不是 我是什么 没什么 所以林景把你介绍给我 是因为 御景院的那套房子 不是因为御景院 还能是因为什么 那晚你说你从事这一行三年了 指的是室内设计 那 不然呢 副总 副总 那 那 如果不是第一次 他怎么会流血呢 他这个下体四变 再加上疲劳过度引发了婚决 他身上的伤难道真的是因为我 副总 那晚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你应该已经也忘了 刚刚记错人了 所以就要领老公 很抱歉很抱歉 好啊 好一个认错人了 看那小姐这么辛苦的工作 不知道 你的老公是干什么的 他要真是个男人 就不该让自己的女人这么辛苦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虽然挣的不多 但是很顾家 哦 是个吃软饭的 要是让傅燕成知道他在说自己 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表情 怎么 有意见 没有 没有 益景宴的设计 可以交给派女小姐 就当是 那晚的部长 好 我不会让副总失望的 副总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 派女小姐进入工作状态倒是挺快的 前后像是两个人 他怎么莫名其妙的 盛免明年必须来预警院把离婚协议给签了否则后果自负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就是傅燕成要装修的预警院吧 在自己要设计的房子里签离婚协议也真是够滑稽的 盛免你来这里干什么 又想来纠缠燕成啊 要不是你救过老爷子 我们盛家给我们副家擦鞋都不配 你还敢来这里 安女士你误会 我是来签离婚协议 最好是这样 盛免我告诉你 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否则我家不会放过你 喂妈 我在预警院看见盛免了 他说是来签离婚协议的 你可要小心一点 这盛家人这么轻易就答应离婚 这指不定憋着什么坏呢 好我知道了 走去到预警院 好 结婚的时候你不在 离婚的时候你也不愿意露面 或许我们之间 真的是有缘无缝吧 啊 啊 完了完了老天保佑 千万不要让户眼神发现我 啊 哈哈哈 啊 出來了 henny hi 你怎麼在這 我 我怎麼在這啊 哎呀 啊啊啊 嗯副總啊 我是來專門找您的 找我 對 我 我有一些設計上的問題想要 咨詢您 那你就直接說吧 啊 直接說 嗯 你以後想要找什麼樣的愛人 生幾個孩子 愛人 孩子 你怎麼 公司 他幹嘛一直盯著我 難道是因為 呃 呃 副總您放心 我 那天晚上吃了藥 不會懷孕的 吃藥 不會懷孕 跟副總上個床還能如此的能說出這種話 高人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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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告訴我就行了 我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短信 回 那短信直接弄就行了 為什麼還要這麼好一張 嗯 可能大概或許這樣顯得比較 哦 對 嗯 說的也該說 唉 呃 不得 身邊還有幾個角色 這個女人 放你的酸 你什麼呢 應該沒被發現吧 唐姐夫你看到消息了嗎 初情節馬上就要回來了 你是誰 為什麼在我唐姐夫家裡 唐姐夫 哦 我知道 要是個送上門來的婊子 你以為就憑你 就能破壞燕長哥和初情節十年的感情 趕緊滾吧 髒了我唐姐的家 我記得 副太太好像不叫蕭初情了 你是說聖免是吧 整個副家聖下沒有一個人承認她的存責 他們什麼副太太 不管承不承認 聖免和夫妍成 都是合法夫妻 只要他們一天不離婚 你姐姐蕭初情就是在 知三當三 解人的說什麼 糟了 她要是聽到我說蕭初情 不會生氣吧 唐姐夫 你怎麼能抱著這個辱罵姐姐的勁呢 Henry說的沒錯 畢竟我已經結婚了 以後就不要再隨隨便裡叫我姐夫了 我認識我 Henry Henry 我叫我噴你水 敢搶我初情節的老公 簡直就是在找死的 連續聖免 讓她別耍發燒 這兩天盡快把協議給簽了 我讓她後果自負 好我這就去辦 你發燒暈倒了 送你去醫院 謝謝你啊副總 可能是昨晚著聊嗎 既然結婚了 昨晚怎麼不通知你老公的心呢 我老公太忙了 我不想給他造成負擔 謝謝你送我來醫院 那現在呢 都變成這樣了 為什麼不告訴你老公 老公 這是我的家事 就不老副總回心了 Henry小姐 提醒你一句 你為了付出 是不會把結果的 傅院成 如果你知道我的老公就是你 還會這麼說嗎 盛棉 你還記不記得今天是你妹妹嗎 是你妹妹的生日 爸 對不起啊 我最近太忙了忘了 你這個姐姐怎麼當她 我不管你在幹什麼 趕緊給我回來 爸我 今天是維院的生日 我控制手續也不好 還是給她買個禮物吧 嗯 嗯你好 請問有沒有能夠送給妹妹當生日禮物的 嗯 不好意思啊 好 林靜 憑什麼你說分手就分手 我告訴你 除非你在外面找了別的女人 不算你別想甩開我 你林總 你怎麼也在這啊 好巧啊 沒錯 沒錯 我就是有新女人了 她 就是我的新女友 我 林靜不是說隨手買個禮物嗎 一個小時了還不出來 我會出什麼事的我 我 新女友 林總 你別拿我開玩笑啊 江湖就急啊 你就當是幫我個忙 謝謝 只是演個戲而已 林靜的人情 不要白不要 沒錯 我就是林靜的新女友 你 你們這兩個渣男賤女 我詛咒你們不得好死 唉 終於把這個瘋女人給逼走了 Penny 謝謝你 這份恩情我記下了 舉手之勞而已嘛 不用放在心上 我就是林靜的新女友 在我面前說自己有老過 轉身就成了林靜的女朋友 Penny 你可真是有一手 副總 您怎麼這麼大火氣啊 林少又闖禍了 哼 倒是沒闖禍 只不過是看上別人的老婆了而已 哎哥 你進去幹什麼呀 你快開門啊 不是路啊 你還是自己回去吧 阿信 哎你快開門啊 走 不是我這是怎麼你了 不是我這是怎麼你了 神經病 活該你沒有女朋友 爸爸 等我用的病好了 會用來照顧你好不好 好好好 還是我們家文怨主事啊 哈哈哈哈 姐姐 姐姐 你果算是來了 你看蛋糕和分子都還沒有動 就等你來了呢 文怨 這是我送你的生日禮物 你看看喜歡嗎 姐姐 你送什麼禮物不重要 只要你能來 為人家很開心啊 明明了 不是爸爸說你 這位院大小時候 怎麼一直對你這個姐姐 我都看在眼裡 啊 你今天忙什麼呢 他今天給我生日這麼大的事 你都忘了 我約了傅彥城 去簽離婚協議 什麼 離婚 明明 現在正是公司融資的緊要關頭 你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 背著家裡和傅彥城辦離婚呢 爸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盛世必須要依靠傅家 才能生存下去 那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啊 你 你 爸你怎麼了 是人 你要不算一回來你就別回來 你爸這幾天為了公司的事 幾個晚上都沒睡過一個好覺了 你非要把他氣死才行嗎 爸 對不起啊 我 你 你能不能懂點事啊 現在正是公司第二輪融資的緊要關頭 你不能和他離婚 就算爸爸求你了 你不要和傅彥城離婚好不好 盛妍 傅彥城是什麼樣的大人物 你能嫁給他是修了八輩子的福氣 真不知道你在矯情些什麼 盛小姐請您今天務必簽訂離婚協議 否則我們將提出離婚上訴訣請 好 你好好休息 我安子再來看 這個盛眠我真沒錢 傅彥城 傅家要想搞垮你盛家 就像年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 看看我玩心思 真是自尋思路 媽您別擔心 我有的是辦法讓我去 爺爺 爺爺 你見到了綿綿嗎 這丫頭是不是長得更漂亮了 爺爺 您在國外就好好養病 其他的事你就別操心了 口頭上關心有什麼用 你要真是為我著想 那就趕緊和綿綿 省個大胖小子 爺爺我 爺爺我 你們還想讓我在這醫院待一輩子嗎 爸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這麼定了 爸 爸 是盛眠 一定又是這個盛眠去找你爺爺告狀 你說 你爺爺這還病著呢 他就敢去麻煩他 你說這個盛家 還有沒有良心呢 這個事也別管了 我來處理 副總 老爺爺回來了 那婚還禮貌 暫時不用了 讓律師載你一份新的合同 只要他這個名義上的妻子和我 在爺爺面前演一場戲 副氏 願意幫助孫家度過第二輪文字 新合同 家人們救命了 我剛把離婚協議弄好啊 好的副總 哎 表哥 三天這晚上去 又怎麼了 不是你別老苦哈哈的行嗎哥 今天晚上我在月色盯了一個房間 咱們嗨起來啊 表哥 哎呀你說你 我今天給你約了一個很漂亮的設計師 設計師 你說的是那個佩妮吧 沒錯就是他 你這麼積極的幫他介紹生意 你們倆關係還這麼不錯 哎我確實挺欣賞他的 哎哎哥 你就算不為了他 你為我也得去 開心開心啊 房間號 嗯 我沒聽錯吧 平時約他比登天還難 怎麼今天答應的這麼爽快 我說房間號 啊 月色888 佩妮 我當時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本事 能把這麼多的人耍得團團轉 上回那個健兒野區聚會啊 那正好 我就替初情節 好好教訓教訓 來來來來來來 咱們再走這一個 行 哎不是你這怎麼 別賴 你怎麼這麼少啊 說誰賴啊 敬一杯咱們就等會起來了 來 在你身口 去吧 直到我 睫毛 去耍著你 眼睛 馬上馬上馬上 直到你低頭 照顾得我 長髮 哎呦喂 這是哪個大美女啊 來來來 來來 來來 都看一下這邊啊 這是Penny 我的新婆 帝都的 新秀設計師掌聲 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 Penny小姐也接了單子 不想著怎麼做好設計 到有空來參加聚會 真是好興趣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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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之前就認識啊 林總 實不相瞞 我已經接受了副先生的委託 在座郁警驗的室內設計 哎 我還說今天好好介紹大家認識認識 沒想到Penny小姐 已經把表哥給拿下了 哎Penny 我表哥可是出了名的難搞 你快說說 你是怎麼把我表哥拿下的 這還要問嗎 像他這種女人 除了賣夢身姿 還能有什麼本事啊 小月 你說話注意點 Penny可是我特意請來的客人 就算你是初情節的妹妹 說話也別那麼難聽好不好 哼 這就糊聲 哎 行了行了行了 大家好容易聚一塊來來來來 咱們玩真心話大冒險怎麼樣啊 啊 Penny小姐 你不建議吧 沒問題 來 好嘞 來來來來大家玩起來 來來來來來來 坐坐坐坐 來啊Penny小姐坐中間 你可得小心點 私會兒這小子玩遊戲玩的可狠 哎 林總 為什麼啊 今天你都不參加的多無聊 誰啊 嗯 你說的啊 來來來來來 一起玩 我開始了啊 我賺你們喊停啊 好 哎 哎 再來一下啊 停 哎 嘿嘿 真心話還是大方展 真心話 哎等等啊 蘇蘇 這麼多少眼睛盯著你 你可不能放棄 那不會 我也很好奇燕城的私生活 所以燕城你是什麼時候結束你 童子之神 哦 這還用說嗎 當然是和初情姐在國外的時候了 是啊 傅燕城和肖初情那麼早就在一起了 肯定已經做過了吧 哎 哥你怎麼猶豫那麼久啊 你該不會說你自己還是個處男吧 那不能吧 我剛回國 在附加舉行宴會的那兒 難道那天晚上他也是第一次啊 哥 那不就是最近的事兒嗎 那時候初情節也沒回過呀 會 難道不適合初情節嗎 好好好來來來來 第二輪啊 哎 你 我 這些大家都看著了啊 我可沒辦法 來我第二個問題啊 宴會那天晚上跟你溫存著你 在不在現場呢 啊 在不在在不在 在不在 在 哦 哦 你你你還是你 那就是你了 哎呀 下一次要是再賺到你我可沒辦法啊 姐 哎呀可惜啊 裴姐小姐真情話還是大冒險 要是再讓他問 那天晚上和傅燕城的事情就瞞不住了 大冒險 龍蝦客家 來 那你就 找一個在場的男士親吻三十秒吧 哦 親吻 李小姐選好了沒有啊 傅燕城絕對不行 溫思賀 我又不認識 林景 老聽說他是個花花公子 應該不會在意吧 寧願去招惹別人都不願意找我 我幹嘛 你這樣嘴不知道伺候過我多少男人 我告訴你 無論是景哥還是燕城哥 都不是你能想想的 出外的雨滴 一滴滴淚淚 無難的豎氣 相處存 愛你的 記憶 真是 溫思賀 好了沒有啊 啊 林景小姐 還是找到了 我很想 坐這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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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說哥啊 平時都沒怎麼見你 好女人 今天跟拍你親了三十秒 你倆該不會是 哎你看到我跟他這樣 你生氣吧 生氣 我為什麼要生氣啊 我看到你鐵出開花 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被別人親 你還能高興的起來 你可真是大動啊 不是 女朋友 什麼女朋友 呦 中午還得我親 現在就裝不知道了 唉 就算是女朋友 你也不能隨便來 不是 你在說什麼 女朋友 Penny 不是 嗨 你是說中午啊 那會兒我是讓Penny 假扮我女朋友 幫我解圍的 你還當真了你 想什麼呢你 裝呢 我裝什麼呀 那本來就是事實嘛 是 我承認我是色了點 但是我也沒有那麼急不择實吧 裝的 原來只是裝的 是不是 急不择實 就你是德性 你還嫌棄別人 你要是這樣的話 我 我更懷疑你倆有事了啊 你說 你是不是 喜歡上他了 別胡說了啊 人家結婚了 而且 他們很愛的 結婚 哎呦 我的副總啊 你在生產的那個充電哪兒去了 怎麼一碰到這名愛 就開始洗腦筋了呢 什麼意思啊 你講啊 他要是 你是不是有福之福 你為什麼 這個給你來分析 沒有毛病 他要是 真的跟老公和 你為什麼 分析 而且 我看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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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你喜歡 你 他 喜歡我 怎麼可能 他要真的喜歡我 絕對不會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強調自給我了 這你就不懂 這就叫討論 女人之間有一個人嗎 如不倒 更想要 他要是不這麼做 怎麼能夠維持人心 還不見什麼 這樣 我這有一個 測試 你是不是喜歡 一個小測試 想不要試試 說 第一 他是不是在偷偷看你 錯覺嗎 我怎麼感覺傅炎成一直在盯著我看 得 這點不用試呢 那第二啊 他是不是走去製造有主的機會 傅總 萬元安一直在糾纏我 你幫幫我好不好 有 第三 他是不是走在你面前去展現自己的身材 還有 那第四點 為了不讓你誤會 他是不是會在你面前去否認和異性的關心 難道 難道 他真的沒結婚 真的 喜歡我 這第五點呀 就是 當他得知你喜歡的人的時候 他會不會 傷心吃醋呢 那 東西給你了啊 反正前四條都中了 最後一條 是不是看見 嗯 傅院長怎麼過來了 剛才就一直盯著我看 他該不會知道我就是盛眠 來照我行事問罪了吧 算了 算了 反正早說晚說都得說 拼了 副總 其實 我 我 陪你 其實 我已經結婚了 好好好 我的妻子叫盛蓮 我們 非常恩愛 恩愛 傅院長是不是喝假酒了 我和他恩愛我怎麼不知道 當他得知你喜歡的人的時候 他會不會 傷心吃醋 他 五條全中 他果然喜歡我 如果他真的沒有見過 或許我們 看你 你究竟有內心呢 傅院長果然是在試探我 看樣子他什麼都知道了 只是在逼我承認吧 副總 我能不能跟您單獨聊聊 有些人還真把自己當根聰了 你憑什麼覺得燕城哥能跟你談談 好 好 這個劍 幫著我的面具管勾引燕城哥 你接了你們那賈欣欣的皮 我看你還怎麼反見 把我單子交出來 有什麼事要說 副總 其實 其實我是 其實 其實我是 是 我先接個電話 簽離婚協議的事情 能不能再等我幾天 聖小姐 計畫有變 老爺子即將回國 父先生不想刺激到老爺子的病情 希望您可以與他假裝夫妻 作為補償 父先生可以幫助聖家路過難關 那意思是他先不跟我離婚了 目前是這樣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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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麼不想和他離婚了 副總 能想到副總 還有托聽別人打電話的習慣 陪你下去把我叫出來 卻又在這裡跟別的男人分心 你真覺得我很羨嗎 副總 我不是那個意思 哎副總 對不起啊 我叫你出來 其實是想謝謝你 原來他只是想謝謝我 該死的婚死和少五條原則 根本就是扯恩 謝謝你啊 真的非常感謝你 幫了我這麼多 現在不用離婚了 真是太好了 既滿足了爸的要求 又保住了工作室 又保住了工作室 小奶人 你可讓我沒弄好找啊 我看看 老大 就他 哎呀可比照片上漂亮多了啊 老大 今晚怎麼玩啊 像上次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我呀 我別怕 等一下哥哥 讓你好好爽一爽 哈哈哈哈 哈哈 別再 他們幹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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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的副院城 快快跑跑 啊 走你流血了 走我送你去醫院 沒事不用 什麼呀你都流血了 快走 什麼 失敗了 你們這句廢物 你也沒說不變成副總也猜啊 整個一事誰敢惹他啊 你不要命 我們還要呢 快走 我感情 你不要 走 我 要 燕誠哥燕誠哥睡過 你說什麼 你確定嗎 燕誠哥親口說的 就是在他回國的晚上 好我知道了 給我訂回原室的機票 現在立刻馬上 醫生他到底怎麼樣啊 這傷口太深了 必須要縫針 請你先出去吧 這女人還算有點良心 咦咪咪啊 我給你打了這麼久的電話 你怎麼才接啊 傅爺爺 我在醫院 所以沒有注意 你怎麼了 出什麼事了 我沒事 是傅爺誠 他為了保護我傷到了手掌 正在逢針呢 傅爺爺 對不起 他傷得這麼嚴重 都怪我 你是孩子 她是你丈夫 連連自己的老婆 連自己的老婆都保護不好 那還算什麼男人呢 爺爺 就不打擾你們想兩口了啊 爺爺 爺爺 這是我應該做的 我本來還擔心 你會對綿綿不好 卻沒想到 你們這麼恩愛 過兩天 我就回來 別忘了帶上綿綿 一起來接我 恩愛 聖免那個女人 到底又給爺爺胡說八道些什麼 傅先生 傷口已經處理好了 這段時間呢 傷口以後不要碰水 你不要用右手 好 司總 今天謝謝你救了我 在你的手上沒有好起來之前 我願意為您做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我做飯的手藝還可以 如果您不嫌棄的話 我可以幫您送飯 而且您右手不方便的地方 我都可以隨叫隨到 佩妮 你這樣對計算的人 你老公是錯誤的 我老公很相信我的 而且 我會和他解釋清楚的 那個男的都提出離婚了 還在維護他 既然如此 我一會兒給你一個例子 每晚七點過速的 這樣 不為難陪你下禮吧 沒問題 是嗎 他姐 我 他 我 我 我 浮炎纯真人比照片还要好看 浮炎约有钱要不是我病着 顺便顺便我废物怎么可能嫁给福音诚 文苑这么晚了你不在病房带着跑出来 你身体受得了吗 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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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明 你讨厌我可以冲着我来 为什么要去文苑过不去 他病得这么厉害 你还要把他从医院带出来 你只要看他才满意是不是 爸 你也认为 是我故意害圣文苑的 文苑 不管怎么说 我凭什么道歉 明明是圣文苑自己跑出去云岛的 你什么都不问就全都灌在我头上 你是不是忘了 我也是你的女儿 你妈今天确实周末了 你累了人总了 我去给你 不用了 我先走了 赶紧再回来看看 露出真念慕了吧 我愿意还在抢救室里躺着没出来 你就急着离开 我看啊 你是巴不得他出不来 这样圣家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了 是不是 苏文 你妈在系统上 你先去 他不是我妈 我妈你死了 就算我说 我希望圣文苑没事 估计圣家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是我多余了 苏阿姨 这一巴掌 我瘦了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你看看 他这什么态度 我看啊 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够了 年龄已瘦的女儿 再怎么说 你都不该动手打她 圣周 她是你女儿 我应该就不是你女儿了吗 她还在手术室里躺着 我说她一句还不行吗 看来圣周还是向着圣面 不行 我要早做打算 不能让那个建筑 分走我的财产 不管怎么说 先给你妈道个天 爸 其实你的心 早就已经偏向他们了 副总 我来了 门没锁 副总 排骨汤有助于身体恢复 我给你放在这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来 你的脸怎么了 不小心弄的 不小心 我不过是想看看她的伤 她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只有经常受伤的人 才会下意识地闪躲伸出的手 难道你实话话说 是不是你老公对你不好 她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难道她对我的身份起疑心了 我跟我老公关系很好啊 非常恩爱 还在撒谎 她对你这样 还跟你提了离婚 难道 你就没想过离开吗 你为什么这么爱 我爱不爱她 跟副总没关系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验诚 验诚 可琴 什么时候回过来 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我回来了 你开心吗 如果让他们知道 我就是盛眠 也不知道会怎么想 验诚哥 这位适用 萧小姐你好 我是来给副总做晚饭的 原来是保姆啊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不过 既然我回来了 做饭的事情就不用你了 我会让人安排 其他的事情给你做 初情 Pennie是我请外帮我设计 预警院的设计师 副总 什么时候再有时间 我在跟您相谈设计的事 那我先走了 明早九点把回头也签了吧 我知道了 验诚 你可以帮我约一下盛眠吗 我想见他一面 你见他干嘛 他坐了我的位置 我总得看看他长什么样吧 而且他帮我照顾你这么久 我总要谢谢他对你的照顾啊 是啊盛眠 这段婚姻本来就不属于你 初情啊 知道了我不喜欢跟别人喝得太紧 验诚 你的手怎么了 那个Pennie给你送饭 难道你受伤是因为他 真诚 我认识一个国际知名室内设计师 你要是需要的话 我可以介绍给你 不用了 我对Pennie很满意 可是他看起来 初情啊 你刚回国还是好好休息 我让吉深送你回家吧 姐姐 你来看我了 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已经好了 姐姐 事情我都听说了 是妈妈太激动了 我替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你不用替他道歉 他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就知道姐姐最好了 姐姐 我昨天看到那个跟你在一起的人 是福岩城吧 你们是不是不打算离婚了 要离的 只不过是推迟了 韦院 我还有设计要做 我先走了 嗯 要是我早知道 福岩城这么优秀 怎么可能还会便宜你 喂 嗯 帮我查一下 福岩城住在哪 啊 啊 啊 明天早上九点还有工作 有钱人就是有钱人啊 真是自律 明早九点 把合同也签了吧 嗯 Come on 喂老板 你把合同稳稳发我一下 再把公章借我用一下 你要合同和公章做什么 哎呦 最近太忙忘记告诉你了 我和福岩城的合作 谈成了 什么 太好了 有了这笔资金的入账 咱们公司算是活下来了 合同的事情啊 你不用管了 明天直接来公司拿吧 好 好 那八点半 好 八点五十 完了完了完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没长眼啊 呦 这不是我们大设计师吗 哎 听说你盘高枝去了 怎么 盘上了老板还不知足 现在又想去盘傅燕城 一不撒泡尿罩着 人家能看着你吗 起码我有和副总谈合作的资格 你有吗 你给我少得意 没有了梁老板的情分 你以为你在傅燕城眼里是个屁呀 还想拿下跟他的合作 你别做梦了 我跟你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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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潘妮 厉害了啊 你还知不知道这是公司 把拼头都敢往这领 陈希你闭嘴 我不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还有你 趁我没让保安请你离开之前 自己滚出去 听到没有 我倒想看看 你怎么让我滚出去 你还不知道吧 我是这个设计师的总监 我想让谁滚谁就得滚 保安 把他撵出去 啊 呦 副总 您怎么亲自来了 怎么了 谁 他是谁 你们家的设计师很微风啊 我觉得 我都不配跟你们合作 不不不不 副总 你能跟我们合作 那那是我们的无分啊 怎么过事 是吧 不是 怎么过事啊 你是傅燕城 干什么呢 先倒去快 副总 不好意思啊 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别跟我计较 我真不知道是您 嗯 放过我 对不起啊 本来我早上就迟到了 现在要是在因为这件事 把合作搞黄了 可就全完了 副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是我们公司的出货 这样 我请您吃饭给您赔罪 地点您挑 您看行吗 这女人是傻的吗 我在帮着她去要给我赔罪 我就知道 唐涛夫是集团总裁 怎么可能被一顿饭打斗 那这样 副总 在我们公司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您想让我们怎么赔偿你都可以 你就这么喜欢帮别人停罪啊 他毕竟是我们公司的 那就让他滚啊 整个人 犯不犯吗 这应该是你们力所能计凡 范围之内的事吧 当然 当然当然 3 这个 desk 陈寻 你你你你没解雇了 两宗 行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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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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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的 沒什麼幹的 副總 您能不能再考慮一下我們的合作啊 不會就在這兒看 副總 這個是合同的具體內容 請您過目 副總 您怎麼突然來我們公司了 佩妮小姐 我十點還有個會 佩妮小姐遲到了 難道要讓我也遲到嗎 沒什麼問題 直接動工吧 老公 你到底是有多喜歡那個男人 在夢裡都能夢到他 一個女人結婚以後 就算那個男人對他再不好 吃軟飯打人一無是處 可他為什麼就是不願離婚呢 副總啊 大多數女人在結婚後啊 都會對於家庭忍氣吞聲的 潘妮小姐呢 雖然能幹 而且工作上獨立 但是可能潘妮小姐還是沒有擺脫 婚姻對於女人的那個束縛 你知道吧 我說潘妮了嗎 我多嘴 你婚 丈夫對他不好 除了潘妮小姐還能有誰啊 真是死牙子嘴硬 去 真蠢 燕成啊 你爺爺今天就要回來了 他說讓你帶著聖年一起去接他 嗯 媽我知道了 我會約聖家的人好好看看 免得他們趁著老爺子在 生出什麼不該有的念頭 行 您把關 副總 對不起啊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啊副總 被人一直叫老公 確實該道歉 省眠啊省眠 就算他真的是你老公 你也不能真的叫出來啊 副總 我還有急事 改天我再補償你 連約我都知道了 還有什麼事 這麼著急 嗯 可能 家裡有急事吧 白女士找我什麼事了 來獄警院 我有事和你談 白女士你找我來有什麼事 聖年進來吧 爸 我們能再走啊 嗯 既然今天這人都到齊了 那我就開門見山了啊 把這份合同簽了 同意離婚 並且敬身出戶 我副家呢 就會為聖家駐資度過難關 白女士 綿綿哪裡做的不好 我可以說的 他可以改的 是他不夠資格 本來你們聖家 本來你們聖家就配不上我們副家 如果不是他救我們家老爺子一條命啊 就是你們給我們副家擦鞋都沒資格 無論如何一年後你們必須離婚 就是燕城沒有把持住藥了你 你也必須乖乖的吃避孕藥 你們聖家的女人 沒資格為燕城生孩子 白女士 我和傅岩城結婚三年 從來沒有糾纏過他 倒是你三番五次的羞辱我 今天還找了我爸過來 你會不會太過分了 哎呦 先我說的話不中聽是吧 那好啊 你們別用我們付家的錢呢 要不就乖乖把字簽了 簽完了滾蛋 對了 這老爺子 讓你和燕城去接機 到時候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你應該是你的名字 白女士 白女士 爸 親人太深 親人太深 老婆 老公 爸 你怎麼了 都是因為你 你要是由本職拴住覆燕城 白說他會呼嚕我和你爸嗎 你爸別從現在這樣 全部都是因為你 誰是病人家主 我 我是他女兒 跟我過來 醫生 我爸到底怎麼樣了 為什麼會突然領導 病人現在肝肝惋惜 已經沒有太多做事奴隆了 醫生 醫生 你確定嗎 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病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 只能快點搖搖搖搖板電池 你也有各個辦法 副總 聖明還是沒有接電話 聖明就連討好老人的表面功夫都不願意做了嗎 那還接著倒嗎 不必了 綿綿呢 怎麼沒來 爺爺 家裡都安排好了 咱們先回家 好 怎麼 和明明都氣了 明明這孩子 從小一直優秀到大 難免有些佼佼二氣 你作為男人 應該讓著他一點 知道不 嗯 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 咱們先回家吧 老公 你可算是醒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傅家突然暈倒 我有多擔心啊 唉 本來以為啊 讓綿綿嫁給傅炎成那時候 一定不合指揮的 可現在 出了 是不是 老公 你對他已經夠好了 是他自己有問題 但凡他真假切 白夫人啊都不會這麼對我們的 老公 老公 你別生氣了 你看綿苑就會心疼你的 小翔也打電話來 讓你好好休息 公司的事情啊 你別擔心 他會幫你的 蘇蘭 我有個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想把公司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讓給你 你說什麼 百分之三十 我也是 身體融資全靠給你 只有百分之三十啊 是他應得 你給就給百分之三十 我都才只有百分之十 勝重 見了你偏心偏承這樣 就別怪我狠心啊 糟了忘了去接機了 爺爺對不起啊 我爸爸突然晕倒 我送他来医院了 所以就错过了结肌 绵绵 你爸爸怎么会住院呢 现在好些了吗 爷爷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告诉他爸爸得了肝癌 会更担心吧 只是身体不舒服 没事的 爷爷 我明天带礼物去给你赔罪 好好好 爷爷等你 完了 爷爷如果和傅言诚住在一起 要是碰上了 不就穿帮了吗 副总 明天想再跟您沟通一下设计的事情 请问您什么时候在公司 明天都在 明天都在公司 那就是不会回家了 太好了 这样就可以安心去见爷爷了 明天怎么还没来呀 爷爷 哎来了 爷爷对不起啊 昨天我爸爸突然生病 所以就顾了接机 这是给您赔罪的礼物 你可不要笑话我啊 嘿嘿嘿 笑话什么 哎呦 这么漂亮啊 真好真好 你喜欢就好 嘿嘿 哎呀 喜欢喜欢 绵绵 你和艳成 什么时候 要孩子 爷爷爷 我和副总 我们 哎哎 爷爷 爷爷 我们会尽快的 这么说 你愿意和艳成 要孩子啊 嗯 我愿意 好好好 像是你和艳成的孩子啊 我都喜欢 都喜欢 爷爷 我和他都约定好要离婚了 又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爷爷 那我先走了 哦 哎哎 这里 傅艳成怎么回来了 他不是说今天都在公司吗 你怎么在这 傅总 我来这里是因为 是因为我有一个设计 要参考实务 所以我就来了 是吗 杨丽小姐 我们俩在这 已经碰到过两次了 都是巧合 对 好想的 就应该这样追女孩 这下 里面就可以消气了 完了 难道真的瞒不住了吗 艳成 今天和艳成哥一起来见家长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 潘妮小姐 总是偷偷摸摸出现在别人家 可不好吧 哎 怎么又是这个不检点的女人 不行 我得去帮帮绵绵 不能让她被欺负了 肖小姐误会了 我来这里 是为了设计 苏总 我该看的已经看完了 我先走了 艳成 我听说他私生活不检点 他老公都要和他离婚了 你可要小心点啊 你不知道实情 就不要随意评判 就这 艳成哥我都听说了 你和那个潘妮都已经上过床了 你说什么 他跟谁上床了 爷爷 我就是随口说的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以后你离艳成远一点 逆子 你过来 跪下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会出轨 你怎么能对不起绵绵呢 那么好的女孩子 嫁给了你 你怎么能够捉戒人家呢 啊 你 你 你 都知道 住口 今天谁也不能求情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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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啊 咳嗽 咳嗽 是你的妻子 你也跟人家圆了房 人家也答应给你生孩子 可你 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 啊 别一脸都不乐意 我跟你讲 你赶紧跟那些 乱七八糟的女人 都给我断了 不然 我连他们一起收拾 你信不信 圆房的 孩子 神免 你还真有一套啊 该给盛家一点教训 可是帮盛家二次融资的钱 已经倒过去了 我能让盛氏集团 活过来 我也就能随时 再次破产 拦截他的项目 和生命和身价 好好照顾 谢谢 好 我这就去吧 我饭呢 喂副总 那个萧小姐不是说 你这么听她的话 不如合作也跟她谈喽 好吧 那我马上给你送饭 你这么听她的话 不然合作也跟她俩 不是你爱什么 我得罪得起吗 真难受 哥不是说 顾元城坐在这吗 到现在 来 负责 我 主持人 说 外边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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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哦 你來的剛好幫我上個藥 哦 現在在 A 市 還有誰能把敷衍成傷成這樣 啊 該死早知道就自己來了 好了沒啊 給你 你知道你在幹嘛啊 副總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啊 副總你這個傷 還是要去醫院看一下 不然發炎了還是蠻嚴重的 哎我我幫你去吸水 副總 你的傷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出軌被抓 被老爺子請了嫁罷 出軌 出軌 難道是和蕭出行那個的時候被抓了 可是蕭出行不是這兩天才回國嗎 能讓副總這樣的人 一定很受副總喜歡吧 不會是我爸 不會是我爸 我 我 不會是我爸 你說呢 富元城 沒有 你 讓他知道他出軌的是名義上的妻子 是老爺子嘴裡的那個綿綿 得被氣死吧 副總 沒想到會被你造成這麼大的麻煩 要不我留下来照顾你吧 你一个已婚女人 单独和男人在酒店 你就不怕你老公生气吗 要是再说没事 傅言诚怕是真的会起疑心了 汉青 傅总受伤了 我留下来照顾他 明天晚点回去 明白 明白 你不用跟我说都行 明天不来都可以 好 海里啊 我跟你说 你那个设计啊 获奖了 明天啊 干什么鬼 傅总 我老公同意了 设斗的人 别老公 真是个男人 他 他怎么还行吧 帮我查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汉青的男人 好 我这就去办 猪马 七点了还在睡啊 在你身口 请吧 直到我牵毛 去刷着你 眼睛 副总 啊 嗯 你想吃什么早餐我去给你准备 随 那我给你准备早餐 你嘴角微笑 最好在下 一秒 我 好想 啊 该死我这到底是怎么啊 福音诚到底住在哪个房间啊 这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福音诚住在这 难道他们 不可能 福音诚那么讨厌圣别 怎么和他在一起呢 哎 维远 你怎么在这 我 姐姐 福音诚昨天晚上住在这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我昨天晚上就跟他在一起啊 你怎么会 什么怎么会 怎么会 他住在一个房间 姐姐 我知道你只是不想反抗爸爸而已 但是 你也不为我的生家这么作践自己 维远 你误会了 福音诚因为我受伤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留下来照顾他 你快回去吧 不然苏阿姨又该担心了 就你这个贱种 也配照顾福音诚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 不 你 你 你 我受傷了就想來看看你 我沒有別的東西 他怎麼知道我受傷了 你是聖家的人 我我是 但是那個先生 我和他很不一樣的 他們是親愛的財產 我是真的喜歡的 難道這就是爺爺說的知書 打理謙遜獨裁的聖年 布先生 這兩塊板戴上去喝 他們要成為富太太明明就是我 你憑什麼這麼對我 聖 你給我等著 我一定要拿回水 用你的位置 幹什麼他 我也不想要是吧 這什麼 就這樣還想追你來呢 估計 總裁 他你身邊確實有一個叫做漢青的 全名叫楊漢青 這是他的資料 副總 您怎麼親自來了 這不是開內的老闆嗎 所以他不惜一切代價跟我合作 就是爲了他老夫 總裁 我還查到了這個 梁漢青他昨天晚上訂了一家酒店 而今天在咱們富士集團下的一個 情侶餐廳 約了位置 對這種男人還死心塌地 他是瞎了嗎他 把具體位置給我 已經給您準備好了 這就發給您 對了 盛家的事怎麼樣 我已經讓人攔截了所有的生物 副總 飯器已經送到了 那我們先去上班了 今天晚上 跟我一會去吃個飯 真沒看出來啊 副總竟然喜歡人妻 傅彥城怎麼突然想起來帶我吃飯了 怎麼了 有暈 沒有 我一定只知道 姐姐剛才燕城看到我 胖我冷 還特意給了我一條毛巾 我不方便謝謝他 麻煩姐姐幫我謝謝燕城可以嗎 媽 現在盛家的人都是我不是盛中的親兒子 不管我怎麼說 他們就是不聽 再這樣下去我還怎麼掌管盛家 別急 雖然盛眠讓醫生保密 但是我已經打聽到了 盛中他得了肝海腕 晚期沒幾天活的了 到時候公司 還不都是你的了嗎 可盛眠 盛眠 你怎麼來了 盛維苑呢 你找維苑幹什麼 我和傅燕城還沒有人 盛維苑怎麼能對她的姐夫有這種想法 這傅燕城都要跟你離婚了 還算哪門子的姐夫 再說了 要不是維苑一直病著 現在成為傅太太的就是她 比贏在這裡得了便宜還沒乖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就讓盛維苑堂堂正正地去追復燕城 不要再發這種東西 太可惜了 小翔 你喜歡盛眠是吧 你什麼意思啊 你說 如果盛維苑他自己不檢點 勾引你 又被白秋和父老爺子知道了 這傅家還會要他這個兒媳婦嗎 到時候維苑成為了傅太太 你收了盛維 還怕掌握不了盛家嗎 說不定啊 到時候連傅氏集團都是咱們的 哈哈哈哈 媽 你放心 這事交給我 我一定讓他乖乖聽話 副總 您平時 是不是不怎麼跟易星出來吃飯啊 這種餐廳 一般都是針對情侶的 你倒是很懂啊 你應該經常和易老公出去吃飯吧 來 來過一兩次 那傢伙帶別人來過那麼多次 竟然只帶他來過一兩次 要是讓他看到這一幕 會怎麼想 讓他來過一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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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晚了 要不要給你老公打個電話 不用 他現在應該在加班 是我的錯覺嗎 他最近總是提起老公老公的 難道是發現了什麼 他經常加班 你就沒有懷疑過什麼嗎 全世界的男人都會出軌 但他不會 真蠢 他罵我幹什麼 我又怎麼惹他了 Penny 真的是你啊 哎副總 哎你們兩個這是 你別誤會 我跟副總是 漢青 副總受傷了 我留下來照顧他 明天晚點回去 完了 要穿幫了 漢青 我有事情找你 副總 我先適配一下 這麼慌張讓我過來幹嘛 老闆 我騙傅元成說你是我老公 幫我遮掩一下 不不不 你讓我騙他 還把你老公 這這這這怎麼行呢 這還帶著人呢 沒事 一會你甩開我 帶著你的人走 剩下的交給我 這這我 哎呀老闆 我要不是被逼到懸崖邊上 沒辦法了 我怎麼會求你啊 行行行行 看著咱們兩個 這麼多年的交情上 我豁出去 開始開始開始 他這樣對你 你還求他 他會變好的 你就是活該 盛年 傅家為什麼突然把盛家的生意全部攔截了 你爸聽到消息已經暈過去了 你不要氣死你爸你才開心嗎 爸 爸 爸 你來了 爸 我會去求爺爺 取消傅家 對公司的攔截 我以為你不會幫我了 等取消攔截成功之後 公司 就能賣個好價錢 到時候你就把公司的股份賣給別人 盛年 你怎麼能讓你爸賣公司呢 你真是你爸的親生女兒嗎 哼 如果當初 嫁給傅彦成的是維月 現在我們早就肥黃騰達了 如果盛維月真有那個本事 傅彦成為什麼還會拒絕他 不過在勾引男人這件事上 他還真頗有蘇阿姨您當年的風範 你 斯蘭 你怎麼能夠打綿綿的啊 爸 爸您別激動 綿綿 爸爸沒事 你先去吧 我跟你阿姨談件事 好 老公 聖明他就是不玩好心 公司可是你的心血啊 我打算把公司給賣 你說什麼 什麼 聖事集團能夠成到現在 都是靠別命的去瞧見 現在 我不能再討論他 好不容易熬到他快死了 怎麼能看著他把公司賣了 不行 不如你再等了 爺爺 我有事情想找您 今天方便過去嗎 哎 方便方便 綿綿 這是你的家啊 你想什麼時候回來 就什麼時候回來 爺爺等著你啊 哎 哎 綿綿說話 還這麼客氣 看來 他是沒有原諒這個混淆 去 把他給我找過來 店長 你最近怎麼老是心不在焉的呀 不也是因為女人吧 嘿嘿嘿 是Panny小姐了 他結婚了 什麼 不是吧 你這單身二十多年 好不容易解除開關了 你居然喜歡一個人機 這你就不懂了 表哥大魚大肉吃慣了 很想吃點野味 嗯 看他那個 吃魂惑惑的樣子 指不定啊 先黏著誰了 總裁老爺子說讓您回家一趟 爺爺 你找我來出事了 我讓你給民民道歉 你說了沒有 嗯 小子 連爺爺都敢糊弄 今晚明明會過來 你們 好好相處 這水 這水 有問題 今天 老頭子 就挪挪骨頭 給你們 騰個地 我呢 就等個 放大孫子了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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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理 我在一舉院 就 喂副總 副總 該不會出什麼事了吧 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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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 哎 什麼東西這麼一樣 這啊 這這這 原理 別走 啊 我和你的距離 一眼無法看清 所有複雜情緒 我爺爺叫我過了 他卻不在 只有副緣成歌 你 看來是爺爺 我以為的長 去 不過是背對而言 可是這樣他們很討厭 哎 你才有的奇蹟 難道他 不 不 你們都要離婚了 不要再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副緣成 你怎麼了 怎麼這麼燙啊 我帶你去醫院 他背上有鞭打的傷口還吃這種藥 就算你們年輕人想找點刺激的也不能這麼玩 不是 行了我懂 他這幾天呢都需要書頁好好休息 以後優著點啊 醫生 你真的誤會了 等合作結束之後 我就把我的身份告訴你 到時候 一切就都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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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這裡是 醫院 嗯 是昨天晚上 你打電話求救 我去獄警院的時候看到你發了高燒 所以就把你送你一圓了 所以 这晚不是你 什么是不是我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昨天是你家那边 有没有联系过爷爷 副总 傅老爷子确实和盛棉 约了今天晚上见面 好啊 很好 沈家的工资不想要了 那我就成全他们 怎么了 我就是想说 盛棉小姐是您的老婆 那可能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误会 他好不听爷爷算计过了 当有什么误会 我可不像你 被一个人渣 都能败得死心塌地 其实说起来 是我配不上他 你可别再妄自菲薄了 你配这种男人 还是处处有余的 你要任何场 你在哪 王今日は 你睡室 你 我刚才 找你 我 shops 三靠近 陪你说不是的 难道我昨晚真的和胜利那个女人 燕成 我听齐生说你在医院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事 燕成 你之前答应过说要娶我的 你现在怎么连生病了都不告诉我 你是不是反悔了 小时候的玩笑换你也信啊 知道我是说我要娶你 但是现在 看你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明明知道是这样 为什么听他说出来 还是会这么难过 我只是碰巧看到副总生病了 就给他送医院了 既然已经有人照顾了 那我先走 给你 先看那事情 我知道 知道了 你这个戒人 别以为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燕成哥岂是你能想想的人 你误会了 我送副总来医院 真的是碰巧 碰巧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碰巧的事 要不是你勾引燕成哥 他怎么会跟你上床 看你 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要是再用你那些薄如流的手段 勾引燕成上赶着当三 定着你好看 这句话应该送给你吧 毕竟副总还是女官 别上赶着做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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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人你说什么 香桃姐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么稀罕 我现在只想好好完成自己的设计 亲自别再能骚死 你 初天姐你怎么了 是你把这些推动 动了一根肋骨 虽然不是什么重病 但是也不是小伤 黄云休息 看你你死定了 唐姐夫 你就是说该怎么办吧 他这个女人 出言羞辱唐姐 还把唐姐的胃骨弄断了一根 这种叫虚寂静境境寓 让他叉悦符符 你給他道歉 是啊 傅元澄和蕭初勤親妹竹馬 和我離婚後就會娶他 又怎麼會站在我這邊呢 是他先羞辱我的 我不道歉 是 你就不怕影響你的聲譽 是 還有你的家人 原來他可以為他 做到這種地步 小小姐 這件事是我做的不對 對不起你 下次等我萬一心死之前 用腦子好好想想 後果是不是你一個小小設計師能承擔的 是 滾吧 念成 你可要小心了 我也就算了 他要是在隨意傷害別人 對你的聲譽也有影響啊 初勤 既然這件事情都已經處理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吧 我先說 你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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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 我先說 再說 這是一個人 你先說 现在就让验诚这么护着她 再这么下去 副总 你放心 设计图纸 我一定会尽快给到你 你就这么想离开吗 副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之间 除了合作关系 还有其他的关系吗 等合作结束离了婚 我和傅延长 也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 这已经是第九版了 这次一定要通过 副总 我来了 进 副总 顺势图纸已经按照您的要求 改过了 盘里小姐就这种设计水平啊 再改 副总 我已经改了第九版了 你要是皮肖出情出气 大可以直接告诉我 不要在这折磨我 服务到客户满意为止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 你怎么就这样怎么样 在爱的会 谢谢 有期待会 相见 天会 清醒 暖 阳光在生物之间 尴尬 你这次话影响你的声誉 你不别 看你 傅言成 你把我当什么 你一定要这样 羞辱我吗 佩玲 你觉得我是在折磨你吗 我 燕成 傅总 设计同时我回去会不会再改 我就不打扰你和萧小姐了 萧妮小姐 明天乡家会举办宴会庆祝我回国 勤俭我已经让人发给你 希望你可以来参加 最恐怕也是傅言成的意思 拒绝也没用 我知道 叶成 你以前都不喜欢出席这种要会的 这次就能陪我去一次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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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 沈参哥 没有想到会在出行节的聚会上看到你 放下回国 再说 今天邀请 我怎么不去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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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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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让我们欢迎 这次的主人公 萧出行小姐 看见了吗 我姐姐和燕丞哥 才是天作之合 你在燕丞哥眼里 什么都不是 原来他们叫我来 就是让我看看 他们有多恩爱 小月 你别再说Penny了 之前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原谅她了 对吧 Penny小姐 初情小姐都这么说了 看来事情是真的 初情小姐 可真大度啊 这种人放在我身上 早把她脸给删烂了 Penny小姐 我正好缺个女伴 可否赏光 我的荣幸 建成 初情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男女有别 比方还是保持距离吧 Penny 都是因为你 今天晚上 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 沈总 今天谢谢你 那我就先走了 Penny小姐 谢我谢得这么敷衍 沈总 你放开我 Penny小姐 肖家姐没花找你麻烦 那是因为傅燕城 如果你跟我玩一玩的话 他们就会打消这个顾虑 而且 如果傅燕城看到你和我这么亲热 他会怎么想 沈总 我和傅燕城的事 与你无关 今天谢谢你替我解围 不过其他的 我不需要 不要脸 狐狸鸡 勾引完燕城哥又勾引声哥 让你准备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唐姐 都安排好了 你就等着明天看好戏吧 姐姐 需要救 我 我 我死都願意 難得 我 我是水的 讓你死就行了 沒有沒有 我 我真的要把錢換算了 兄弟兄弟讓我走開 讓你睡 是你啊 媽媽就知道了 你長的 可真好看 是 你身上好舒服呀 你好香啊 給你 你確定了繼續吧 好熱呀 老公 我幫我好不好 看清楚了嗎 別睡了人也不負責任 明天再問了他的意思 要是他願意離婚也不是不可以 你的意思就是 不是吧 我昨天又跟副眼罩 啊 啊 我怎么会在这里 是睡在一起的被人失眠吗 这么可怕 就是被人看了客气完了 这不是能叫我拍你的设计师吗 是你想到他是这种人 现在连世界都不犯触了 可急自走谈灰去了 不要怕看了这一幕 赶紧的印象 Penny 我知道你安耐不住 但是你毁了我的宴会 总得给大家一个解释吧 你躲在里面干什么 让大家好好看看你这样 怎么会是小月 被我抓奸的 不应该是Penny那个贱人吗 算了 Penny 我原谅你 赶紧走吧 刚刚是谁在叫我 这位小姐 请问你是 为什么要冒称我的名字 啊 萧淑琴小姐 你又为什么 把她叫成我 Penny 昨天你就露了一面就不见了 我还以为 萧淑琴小姐 你如果实在不想让我 当副总的设计师 你大可以直接告诉我 何必用这种手段 来回我的名声啊 这不是乡出秦的堂妹 萧淑琴吗 刚刚明明看见的是萧淑琴 才就拍你 我看到就是 萧淑 你了解 我也不知道怎么 是你 是你 一定是你 是你在家 小月 就算真的是Penny做的 你也不能这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叶成 有人想要害小月 我们在找主谋是谁 Penny 是 昨天还叫老公清醒了 就变得那么客气 谁干了 萧小姐 刚刚想回我们一升 现在又把锅甩到我楼上 是不是应该跟我们打钱 Penny 小月也是受害者 你就不能提高一下她 抱歉 听见了你这个贤人 唐姐夫讓你給我道歉 我讓你道歉 說人話聽不懂嗎 對不起 這連小事都辦過 真給小家調理 都是你都是你叛逆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副總 蕭小姐 便利 你 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副總 我沒什麼想法 既然蕭小姐已經道歉了 那這件事就算了 除了這件事呢 沒有了嗎 還有什麼事 社稷還是說昨晚的事 副總 你放心 那件事情 我一定會手口如皮 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昨天晚上估計是把我當成梁漢青了 原來認真的只有我嗎 和我當成梁漢青 我他把我當成梁漢青了 在一起應該不會回去 我今天就回去看你 綿綿了 我聽說了 那個臭小子帶著別人參加了電會 你放心 我一定會收拾他的 爺爺我沒事 怎麼了 我綿綿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夫 副董事長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生命小姐應該是懷孕 你說什麼 你沒說錯吧 她是懷孕了嗎 是的副董事長 哎呀 綿綿 好事 這下終於可以抱上一個大胖小子了 我和傅彥誠馬上就要離婚了 他肯定不想要這個孩子 要是讓他知道 爺爺 這件事 能不能先別告訴彥誠 為什麼 你怕他不負責任 他敢 這家裡 是我做主 爺爺 哎呀 什麼都別想 安心的養胎 這家裡的事 其他的事 都交給我 行嗎 哈哈哈哈哈哈 傅彥誠 如果你知道我懷孕了 會怎麼想呢 彥誠 你說他還在生我的氣啊 話來跟你說得很清楚 不要再也慘了 彥誠 誰呀 你怎麼打招 我 你知道彥誠結婚了嗎 既然知道他結婚了 有家事了 你還善敢著追他 纏他 小假的教養 郭爺爺 我不是 住口 你別叫我 聽著惡心 我還在家 延長 綿綿已經懷孕了 你還跟這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 混在一起 什麼 聖綿懷孕了 對 聖綿懷孕了 是我們 副駕大喜事 如果 再讓我知道 你找綿綿的麻煩 那就 你們膠下 別想在這 再歸下去了 滾 燕正 你好好給您道個歉 他要是不原諒 你就別想回 復家了 啊 你好好想想 你好好想想 怎麼 你們開心吧 我的事 不用你操心 起身 來 那你 副總 你吻不 既然身家那麼不知死 給你七天時間 要身家破產 是 副總 我來 啊 哎 你喝酒了 復元城 我懷孕了 我懷孕了 你說誰的 誰的 如果你很討厭你的妻子 正在離婚 這個時候她還了你的孩子 你會怎麼辦 原來是她老公的孩子 把她打掉 果然是這樣 魁玲 如果你能把孩子打掉 這幾個我會盡快發給你 有什麼問題再聯繫我吧 我先走了 得到消息說 傅炎城要惹盛家破產 什麼破產 盛免這個沒用的東西 肯定又是他得罪了傅炎城 不行 得給你預算財產 老公 你可是小翔和文怡的父親 你一定要幫我呀 放心吧寶貝 包在我身上 賀蘭 你在幹什麼啊 老公你不是 你聽我解釋 你是個賤戶 你給我滾開 你看什麼蘇嵐 你怎麼可以這麼對我 你怎麼 你怎麼 爸 怎麼了 小翔 怎麼辦 他都知道了 要是醒過來 他 肯定不會放過我們的 他只有聖民一個女兒 到時候 叫阿翔把聖民拿下 那聖家不就是我們的了 哈哈 我早就有這個想法 現在聖中趴下了 我看誰能獲得住他 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很討厭你的妻子 正在離婚 這個時候他還了你的孩子 你會怎麼辦 把他打掉 寶寶 媽媽該拿你怎麼辦呢 不是 盛民你爸突然在家暈倒了 快來看看吧 爸不是說在家裡嗎 為什麼會沒有人 爸 你別來了都不要走了 哥哥想死你了 盛祥 發生病了你就不裝了是吧 你知道你在幹什麼 盛棉少他媽住 都給自己在復合醫院了 就老子你必須別了 老子碰你就給你臉了 啊 啊 小霞 盛棉你這小霞做了什麼 你敢打我 來人把你給我按住 你別不是抬局 既然你不讓小霞碰你 那就讓他上 看你還立什麼真面目的孩子 俗藍我現在還是傅彥城的妻子 你動我就不怕都對傅家嗎 傅彥城都要跟你離婚了 他會介護你 別理他 是 我肚子里懷了傅彥城的孩子 你說什麼 傅彥城他這麼討厭你 他怎麼可能碰你 你可以不信 但如果你今天動我 就是动了傅燕城的孩子 动了傅老爷子的亲孙子 好好想想会是什么后果 与其在这里自掘坟墓 不如带着你的好儿子 去医院看看 啊 啊 啊 小小 小小你怎么了 副总 您真的觉得亲自来 盛民就会把孩子打掉 少废话 盛小姐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盛家 喂哎 你怎么做什么 盛利 盛聪 叫我坐 牛啊副总 副总 谢谢你啊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盛家 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盛棉 是不是盛棉找你麻烦 副总 我没事 盛棉没有难为我 都成这个样子了 还说他没有为难你 你就这么喜欢替人家演示吗 如果下次他再找你麻烦 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知道吗 也没有别的理由解释我 为什么会出现在盛家 不知道了 副总 宝宝 也谢谢你 救了妈妈一命 想好了吗 那怎么办 我要把他生下来 可是你丈夫不会喜欢的 那我就加倍对他好 即便是我一个人 也要努力把他护养承认 医生 我儿子他到底怎么样了 初步判断盛祥先生 以后不会再具有生命的 你不是 你你是什么 杰人 杰人 我要玩死他 我要死 好 少少 你做什么妈都支持你 他会帮你的 圣母那事以后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阻止圣雍醒过来 可是圣免他已经怀了 傅院成的孩子 真要这样的生下来 傅家不会袖手 皇冠呢 你们说什么 圣免怀孕了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 你圣家总就是我们的 当中之父了 那就让他没有这个孩子 现在刚好认识到 姐姐 你别够很希望 你别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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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傅总好不容易 铁树开花了一会 喜欢的人却怀着别人的孩子 这局情 真够学啊 圣家的事办了怎么样了 已经收购了差不多了 圣家已经开始转移资产了 嗯 圣免还有这本事 嗯不是他 是他的后马素兰 又如果我们不管的话 到最后圣免可能 便一分钱都拿不到 好 自作自受 傅总 不好意思啊 我太累了 没事 设计搞的事不用着急 这两天好好休息 傅总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耽误进度的 傅总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叶长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啊 肖小姐 你别误会 我 哎 放开我 干什么 还看 我 他已经走了 他已经走了 我可以起来了吧 孩子的事 真的决定了吗 嗯 你走吧 唐姐 你不是给唐姐夫送饭去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等我搞定了盛棉当上了佛太太 一定要弄死这个姐 对了唐姐 刚刚看到了一个底子 我是帮你一个盛棉的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坐实了盛棉出轨 他肚子里的就是野种 到时候附老爷子也会不会 胎儿已经两个月大了 谈进他 两个月前 不就是傅炎诚刚回国那一次吗 难道那个避孕要过期了 爷爷 您的孙儿很健康 您就放心吧 这 好好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老爷子 您这什么事啊 这么狗气的 当然是喜事 我孙子的大喜事 再过八个月 我就可以包上大虫孙子了 对不行 我得把这事告诉大伙 让大家都乐呵乐呵 金城 你这两个月钱 是我的女儿 不请啊快过来 阿姨我来这是想问问您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不是我爷 是他就是他 他那种身影画出灰了我都认识 好大的胆子 在外面怀了别人的野种 是我的艳成的 那我们副驾大吃醋的了 爸 马上就要当外公了 你要快点醒过来 还等你一起回家 爸 你是不是能听到我说话呀 爸 白女士 迪子 你啊 你可不知廉耻的见证 见证给严城买一帽子 让我付加受辱 你打字眼太大了 你什么意思 哎呦你还装 你还没有跟严城 你还没有跟严城离婚 所以你宁义上 是严城的妻子 你肚子里的野种 成为我互相的污点 带走 盛元 我只给你十天的时间 这个孽种打掉 不然后果你自负 宝宝 妈妈一定会保护你的 原来你怀的不是敷衍成的孩子 什么呀 这下 我看还有谁能护着你 哎 我 不行 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胜中醒过的 现在是您失去了富家这个靠山 我也能放心大胆的动手 这段时间 还是不要跟傅院成见面了吧 老板 预警院的设计就伸手尾了 再去一两次就行 你能找个人替我去吗 哎你你怎么了 身体有点不舒服 老板 拜托你了 啊 行吧 那你好好休息啊 我去找个合适的人替你去 嗯好 能和傅院长接触 可是一个大机会 这件事啊 应该不难办 各位 呃 这样啊 这个预警院的设计啊 现在要稍稳了 但是拍令呢 他有事明天去不了了 有谁啊 可以替他去一下 哦 那个价格好说啊 说不坑气呀 能和傅院长接触就是好机会呀 老板 这是不是机会不好说 这要是让傅院长知道了 那可就死得很惨了 是啊 前期一不就这样被红杀的吗 我可不想招惹不严想 谁爱去谁去 晚上七点 第好酒店888房子 谢谢老板 是 我这个分手 你才会上班 哇 哎 副总 是你 啊啊 是这样的 那个潘尼尔他 请假了 那接下来呢 就由我来替他完成预警院后续的设计 哦 这样 哎 坐 哎 刚好有点事 讲不懂 哎哎好 男总和佩妮 最近一次刑房是什么事 副总 我我我我那您在您的意思 我怎么会和拍你 老板我骗傅院长说你是我老公 帮我遮掩一下 哎你让我假跟他老公来着 我怎么把这个插开帮了 怎么了 呃 看样子 傅严诚对拍你是有感情的 我要是说错了话呀 那今天还能活着出去吗 哎 那副总 实不下马啊 我和拍你已经 很久没那什么了 很久 啊 很久是多久 嗯 一一年 你确定是一年 也许更久 如果梁汉青一年没有痛 我们说明他的孩子可能是我的 哎你 副总刚才问我关门那啥的事 到底什么事啊 这 这 老言之啊我怕惹过他了 骗傅严诚说 咱们已经一年多 没那个啥了 你可别穿帮了啊 副总 你怎么来了 你和梁汉青还真有一套 把我耍得团团转 副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当初半可怜接近我呀 又翻脸不认缘 现在又联绍你老公 来欺骗我 黑铃 你到底想要什么啊 疼 你活该 我们的合作终止了 前往未复 但从今天开始 我不想再跟你扯上任何关系 如果是这样 那就再好不过 附言诚 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或许 这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了吧 盛棉你爸不行了 你赶紧来医院一趟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本来就得了肝癌晚期 没两天活了 怎么会在我身上了 你 病人情况突然更化 你必须马上进行肝医治手术 那赶紧做了 这边显示你已经欠肥三十个歪了 而这个手术需要一百万才可以 如果这个费用明天中午之前可以交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正常进行手术 如果交不上 那我们也不能为了 钱费三十万 怎么回事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惹怒了傅家 傅氏集团这一包你逼得快破产吗 你胡说 剩下就算破产了 怎么可能连一百多万的拿不出来 我给你钱了 真的是这样的说话不腰头 公司的财务状况你清楚吗 就你给的那点钱 还不够填窟窿的 哪有多余的钱 没钱给我爸做手势 倒是有钱买这么贵的珠宝首饰 哎呦 傅兰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盛云 你有功夫在这指责我 还不想想怎么去筹钱 妈 你就是这样换他走了 哎呀 就凭他 明天中午之前能凑够一百三十万 简直就做梦 这一次 胜中死定 老板 我现在急用钱 你能借我点钱吗 没问题 你要借多少 我手里只有三十万 你能借我一百万吗 一百万 咱们公司里也是知道的 刚有点起色 而且傅兰证的钱 还没到账呢 想要抽到这么多钱 那只能卖根据 来不及了 我现在就需要这笔钱 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不可能 明明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爸 那盛年自己亲口都承认了 那孩子不是验诚的 我们验诚现在受舆论剧的影响 非常严重 照这样下去 那受影响的可是我们整个富士集团 我不信 说什么我都不信 我们家绵绵不可能是这种人 富云上楼说什么 燕城啊 你一定要相信绵绵绵 绵绵是个好孩子 爷爷 我相信他 您先好好休息啊 爷爷 快接电话呀爷爷 这个盛棉 不知道给老爷子用了什么迷魂药 这老爷子竟然什么都听他的 夫人 盛棉小姐在门口求见老爷子 不见 他肯定是不想打掉孩子 来求爸的 顺便说他家出了急事 过来借钱的 又是借钱 这么多年 不知道他从老爷子手里要了多少钱去了 老爷子现在病了 这种糟心的事就不必告诉他了 让他走 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啊 盛小姐 夫人说了 这么晚不方便接待客人 没有 哎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见到爷爷 如果见不到爷爷 我爸爸就要死了 盛小姐你是见不到的 求求你了 走吧走吧 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爷爷一面吧 爷爷 求求你就见我一面吧 钱我会还给你的 你这个 爷爷 这是你 怎么这么想看你 求求你 就救我爸爸吧 爷爷 晏晓 你是要去开门吗 是盛眠又来要钱了 你让他看见你 又要对你死缠烂打 你回去 这里交给我 原来是盛眠 阿姨 求求你让我见见爷爷了 求求你了 你让我们富家 遭受奇耻大辱 还好意思来找福岳要钱 你这脸皮这么这么厚啊 阿姨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但是我爸爸现在重病 在医院等着要钱呢 你能不能借我一百万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就是这样 装可怜找爷爷要钱了吧 我不是爷爷 我不会受你骗的 我们富家再也不会给你一分钱 爷爷被你气的 还病着呢 你要是有一点良知 就赶紧给我滚蛋 不行 爸爸还在等着我 我不能放弃 真不愧是小家小户出来了 真不要脸 现在该怎么办 他不是喜欢跪吗 就让他跪吧 看你 你怎么会跪在这里 初心小姐 我求求你 你让我进去见傅老爷子一面好不好 原来是勾引雁城被抓了呀 赶紧变成就该是这个想象 阿姨 阿姨 哎呀出情啊 我听说老爷子病了我就来看看 初情啊 爷爷在楼上呢 走 我带你上去 阿姨 要不我还是算了 因为他不太喜欢我 我还是不上去给他老爷子添度了 初情 那是因为爷爷错看了人 才信了正名的 你要相信日久见云西 那个雁城和爷爷早晚会看见你的好的 哦对了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顺兵没有为难你吧 顺兵什么顺兵 顺兵为了钱 昨天晚上在外来会有一个晚上 你没看见他吗 那不是Penny吗 他 他是顺养 顺兵是Penny 啊什么 什么Penny 什么Penny Penny 就是顺兵这件事 绝对不能让雁城知道 哦雁城 我是想说玉景院的新设计是Penny 做的以后想介绍给阿姨认识呢 好 公司有事我先走了 副总会议取消了 副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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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长 爸 你感觉怎么样啊 哎老毛病了 没事 你去给我把手机拿过来 白秋他们肯定会为难绵绵的 我得给他提个醒 董事长 盛民昨天晚上呆过了 呆过了人呢 昨天他借钱 昨天不让他进门 他这个晚上在门口归了一晚上 现在不知道猜不猜啊 你说什么 走赶紧去 市长盛民小姐应该走了吧 哎绵绵 早知道绵绵会这样被对待 当初 就真不该让他嫁给燕城呢 好的一个姑娘 为他遭见成这个样子 哎 是的 林奕 你 林奕 林奕 我爸爸那边需要紧急做手术 您能借我一百万吗 我会还给您的 哎呀你这孩子 还说什么借不借 我这就跟你打一百万 你放心 有救了 爸终于有救了 盛勉小姐 盛先生突然发病了 我们无力回天了 四文我爸呢 你爸已经送出火化了 你自己筹不到钱 怪不了别人 我都没有见我爸最后一面 怎么能直接去火化 我是他妻子 自然我说了算 不过 你想见你爸 也不是不行 把你所有的股份和财产 转移到我的名下 并且 我就让你见你爸 术兰 盛勉 你爸已经死了 未要成你的药物 我看你还能怎么办 我劝你啊 乖乖的听话 你爸 别不识抬举 哎 是女儿不肖 都没有见你最后 建成 你都在这里做一上午了 喝点咖啡休息一下 我是女儿 这个瘦棉真是有空不散 既然如此 就只能彻底断了她的年小 我 找你 玩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媽媽沒有辦法 你就是盛名吧 我是 你們是誰 你要幹什麼 我幹什麼你得罪了副總 副總 副總說了你肚子裡的孩子 絕對不能給我 大姐 對不起啊 碰口飯吃 我走 有有血了 真有血了 走 救救我 救我 這女人真就這麼絕情連電話都不接了 你 停車 陪你 這位小姐身體虛弱又遭受了暴打 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 大人必須安忍不要 孩子 孩子無所謂 我讓你去叫兩把金釣掉了 副總應該快到了 啊副總副總 看你呢看你怎麼了 哎呦 等副總副總 等副總 自己的妻子你都保護不了嗎 就算我喜歡她 孩子你都不管了 孩子 現在看情況很嚴重啊 我說再隱瞞下去 副總 什麼跟你說吧 其實 哪位是剩編的家屬啊 剩編看的情況危機 一定要家屬簽字 剩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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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 拍你 就是剩編 而且 而且我也不上哪兒 剩編 你說什麼 陪你 陪你就是剩編 你說什麼 陪你 陪你就是剩編啊 來 我家屬呢 沒有人接紫手術無法進行 哦 那是這樣 那个牌里啊 他的父亲呢出了点事 他还有账户 但是这个账户他是个混蛋 他根本就不管他 你说 忘了你 切胆 你是 我是这账 便宜的龙 是傅彦诚 那我刚才骂了傅彦诚 那 那 副总 那既然 您在这 先走了 先走了 如果他是盛免 为什么要瞒着我 为什么要骗我 дв 这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母子平安 不过他在母体这么虚弱的情况下 能保住一两个月大的婴儿 也已经算是奇迹了 两个月 那不就是您刚会过的 伤她的人查到了没 查到了 是 初情小姐 回一趟家 你要好好照顾她 你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照顾她夫人 我双生的爱 家人的神狗啊 今天到过 我怎么去这人的夫人贵人 哈哈哈哈 老爷子 您认真的 您真的同意艳成离婚 娶出情吗 不同意又能怎么样 难道我能够眼睁睁的看见你们 作见绵面吗 艳成要离 让她离 她爱娶谁 娶谁 至于绵面吧 我会给她好好安排 合适的亲事 艳成 艳成 你让她们 我绝对谁 别碰我 还不像你 越来越来越来越去 麻烦 蕭初琴 也沒想到 你年紀輕輕的 就讓這樣惡毒 我 不是我 不是我 蕭月和那群混混都承認了 你還有狡辯嗎 店長 你不是很討厭少年嗎 你不是想跟他離婚嗎 我是在幫你啊 誰說的 蕭初琴 他受控你啊 任何人也來查受我的事 關架 交給警察 告訴小姐誰敢保釋 小姐不用混了 阿姨救我 阿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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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救救我 我不是故意的 阿姨 阿姨 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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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ph 可是,当初他父亲病了的时候来找你,你都那样对待他 你知道他现在还能不能接纳你 这件事情还得征求他的一切 当然,如果他不喜欢你,我会站在他里面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你好,你好,不 副总,你怎么在这里 不然你想谁说在这里 明明 你知道了 什么呀,你把我爽的方团站很有意思是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副总 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就在电话里说你要离婚 我们结婚三年 你对我的嫌弃,丝毫不加掩饰 我怎么敢告诉你我的身份 你愿回盛家 厌恶盛眠 甚至在我父亲重病的时候 我躺在御警院 跪了一天一夜,你都不曾看我一眼 还找人生生大条 还找人生大条的孩子 现在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所以你 是亲自来监督我打掉孩子 对不起 要是我早点认识你 早点知道你叫盛勉 我绝对不会让你生委屈的 傅彦成 从我爸去世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我告诉你 你爸还活着呢 什么 盛勉怎么还没动静 难道他真的运用了股份和财产 永远不见他爸 妈 妈还没有死 您就用他的死来骗盛勉 这样真的好吗 我还说呢 后来我们的计划都要成功了 不知道从哪打那笔笔 竟然让这个早不死的东西 手速成功了 我们要趁着他还没醒 把盛勉的股份和财产搞到手 等他醒了 一切全完了 妈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让家死 你去想 小翔 你可不要看傻事啊 傻人是犯法的 盛勉早就以为他死了 现在让他不知不觉的小事 有谁会知道 我们拿了盛勉的股份跟财产 你以为盛勉醒了会放过我们吗 妈 你别忘了 你跟许盛在他面前做过什么 盛响 你干什么 盛勉 你你怎么找到这来的 苏拉 我爸对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我爸对你不保 跟了他这么多年 还分了个百分之十的股份 而你呢 大手一挥 就给你分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凭什么 小翔跟维月更是一分钱都没有 再也抑制下去 我们靠什么活 要换 就怪你爸给的太少了 苏拉 我妈陪着我爸 一步一步把公司做到现在 你坐享其成还先给的什么 我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 剩下的话 去跟警察说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小翔 怎么办 妈不想坐牢 妈 我现在是一个团队 我这个死了没什么区域 盛兵 既然我难道一死 你也可以下屁了吗 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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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要是的不是你 我姐 都是因为我 对不起 这一次 你能不能再 不负责任 小翔 眼球 我不行了 你不行了 妈妈我就要那一栋房子 这一栋啊 换一栋吧这栋 我就要那一栋房子 好好好 就这栋啊 你好 那我们今天就定这栋吧 嗯 可以 可以 嗯 好 刹他 干嘛 老公 你怎么这个月回来了 你不是下个月吗 这么大的玩具 你们两个能不能住一下场合 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啊 你要的是哪一栋 那一栋 太夸张了 我给我一栋 谁弄矮的 那个矮的 不要 不要 最好高的 我